两人现身都穿上白色军装 一相见来个大大的拥抱 贝东丹成为泰国新任总理 父亲塔克欣笑容满面 为泰党总部周日媒体守候 前总理塔克欣的幼女贝东丹 获得泰王赋予权利 正式批准她出任总理一职 包括亲信和家人见证历史一刻 今年才37岁的贝东丹 是泰国史上最年轻 又是第二位女性总理 不过上任后得面临不少绊脚石 贝东丹除了要改善政策取信于名 但同党前任总理赛塔 遭宪法法庭拉下台 贝东丹得在军方和保守势力下 寻找延续家族政治生命的机会 必要时刻切割 因为父亲塔克欣和姑姑赢拉 都曾遭宪法法庭解职或审判 塔克欣甚至前一天才刚恢复自由之身 获得王室特赦贪污罪 据传为此塔克欣去年返回泰国 刻意释出善意与亲军方人士合作 不只民调大叠 家族过往反军方立场 各方台面下矛盾短时间难化解 加上被东丹靠着家族声望上位 事实上还算是个政治新人 接下来组阁要如何稳住大卫 成了执政的最大考验 TVBS新闻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